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经典科幻片 星际迷航三,石破天惊 金曲号因受到重创 需要回星际舰队进行维修 在停泊的时候却发现 已经死亡的史布克坊间里 传来了生命迹象 柯克立马前往查看 却发现麦考伊在胡言乱语 说自己不想留在创始星 要柯克登上瓦肯星的史莱亚山 然后就晕了过去 史布克的父亲来找柯克 说他不应该将史布克的身体留在创始星 而是将他的身体和灵魂都带回瓦肯星 麦考伊之所以会胡言乱语 就是因为史布克死前 将灵魂附在了他身上 柯克现在的任务就是将他们带到瓦肯星的史莱亚山 只有在那里 他们才会找到平安 但是金曲号被强制退役不能再飞 星际联邦也下令 只有科学部队可以到创始星去 柯克如果决意为之将会前途近毁 但他必须要救自己的好朋友 创始计划研究员沙维克和达卫检测到 本波该有生命迹象的创始星上 出现了生命迹象 他们立刻前往调查 发现史布克的遗冠里 只剩下一套诗衣 身体却不见踪影 诡异的是 星球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小孩 是年幼的史博客 创始波让他复活了 舰长想通报给星际舰队 寻求指示 通讯却被柯林贡人拦截了 他们炸掉了研究船 登上了创始星 想抓捕研究员 将创始计划改造成新式武器 同时创始星和史博客都在急速老化 他们已经结合在了一起 不出几天 也可能是几个小时 他们都会毁灭 金曲号赶到后 和柯林贡人展开大战 但是由于维修不到位 无法开启保护罩 柯林贡人威胁他们 如果不投降 就杀掉创始星上的人质 柯克不相信他们会这么做 于是自己的儿子大卫被杀 伤心欲绝的柯克 只好答应投降 让柯林贡人登舰 实际上启动了 金曲号的自毁程序 自己和船员则传送到了创始星上 柯林贡登舰的船员 随着爆炸一起被毁灭 史博客正在跟着创始星一起老化 他们不能再等了 柯克向柯林贡人求救 如果他们让自己登舰 就将创始机的秘密告诉他们 但是舰长并不想让柯克如愿 他在创始星上和柯克大打出手 最终掉入了滚滚岩浆 柯克带着史博客 在最后一刻登上了 仅剩一人的柯林贡飞船 此时史博客正好长到了死时的年纪 他们乘坐飞船来到了瓦肯星 在这里进行了史博客灵魂转移大法 重新找回灵魂的史博客 正在慢慢恢复记忆 他记起了柯克的名字 记起了星舰上的所有人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回顾经典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 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 各种精彩科幻内容 下期见啦 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